21号网路流传一段影片 一名新手妈妈车子停在路边空地 警方怀疑违规停车 还认为车内有可疑的犯罪机证 要求对方配合调查 事情发生在去年 地点在北屯区这间公庙旁的空地 当时要参选台中市议员的皇朝渊 接到新手妈妈的电话到场关切 她说新手妈妈已经配合摇下车窗 但警方坚持要到车内采验 还动手开民众的车门 让她无法接受 影片曝光有民众认为 皇朝渊当时是不是在关说 给远警压力 他看到有好像类似白色的粉末 以及尿布 那他合理怀疑他应该是吸毒犯 他是刚生小孩嘛 所以他车上有奶粉有尿布 有小孩子都很正常嘛 警方表示 执行人员当时坚持要进一步调查 是因为车内疑似有毒品 警方后来确认车辆停放的地点 是私人土地没有开单 现场也没有明确毒品试证 加上当事人有异议 因此没有进行搜索 而皇朝渊也强调 他是出自好意 帮忙民众 也希望警方盘查时 可以跟民众做好沟通 以免产生误会 华氏新闻林建峰赵英光罗戴章 台中报导 哈喽 我是庄宇杰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氏新闻YouTube频道